传奇故事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8年 汶川大敌城之后不久 灾区里的一个12岁的小男孩 举着横幅 写着长大我当空降兵 当时人们根本没有太在意这张照片 因为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梦想 比如我以后要当科学家 我以后要当宇航员 但是很有可能连科学家宇航员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 这也许就是小男孩一时兴起随口说说而已 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当人们甚至都不记得曾经看过这张照片的时候 照片里的那个小男孩 竟然真的和当年自个儿写的那样 当上了空降兵 甚至在部队里干的是风生水起 小有名气 这男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他叫程强 我叫程强 1996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十方市 现任空降兵某部模范空降兵连 黄继光班副班长 听到了吧 模范空降兵连黄继光班 这个班在空降兵里头呢 可是赫赫有名 程强的能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 小时候随后一句话长大了 竟然变成了现实 还真是巧啊 可是程强却说 这可不是巧合 小时候那幅字啊 不是他随口一说 自打十二岁起 这九年来 他可是每一天都在为成为空降兵而努力 可是程强到底为什么会对空降兵这么执着呢 这些年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程强自个儿是怎么回忆这段 让他引以为傲的岁月吧 十二岁那年 突如其来的一场宅栏 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断鼻残垣之间 那某鲜亮的绿色 给了我最安心的温暖 十八岁那年 我成了那绿色身影中的一员 正如六年前 我高举的那块横幅上写的一样 长大我当空降兵 十九岁那年 我从千米高空众生一跃 完成了从地方青年到军人的转变 在蓝天白云之间 我曾高声呼喊 我挺过来了 因为我是黄继光般的兵 二十岁那一年 我在炎炎烈日下 转转数千公里 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演习 全联官兵给我鼓励 为我加油 替我骄傲 我终于成为了合格的空降兵 二十一岁那年 我当上了黄继光班副班长 虽然老班长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五年了 但他的精神成了我们这个班最为骄傲的财富 新的一年继续前行 因为我们是黄继光的传人 我们是一群无所畏惧的空降兵 听得出来 成强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 用成强的话说 这是他小时候就定下的人生目标 就像当年他在横幅上写的那样 当空降兵 那是他十二岁就许下的一个誓言 可是当年还是一个孩子 和空降兵似乎扯不到一块 那一年在成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让他这个小小的年纪 却立下了如此庄重恳切的誓言 又是什么让他这些年来 一直坚守着儿时的梦想呢 这个纪念碑就是成强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宿野花被成强轻轻地采下 放在了纪念碑之下 这是十二岁之后 成强第一次鼓起勇气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有太多他困惹触碰的人和回忆 我唯一的孩子 那么多孩子被掩盖 我唯一的兄弟 那么多兄弟被掩盖 我得跑 家庭跑 我跑了三天三夜 还在跑 我跑了九天九夜 还在跑 这是著名女士人 傅天林创作的 《我为什么不哭》 纪念碑上的时间被定格在2008年5月12号下午14点28分 这是让全国人民至今心痛的时间 更是改变了城墙人生的时间 汶川大地震 城墙就是当年的幸存者 城墙多希望当年这一分钟永远不会到来 因为就在那一分钟之前 他的身边还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 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当时那个女同学她坐在我的前面 就是我正前面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的调皮 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这个拔她的头发 她都会说几句 就是骂我那个意思 小伙伴们稚嫩的脸好像就在眼前 仿佛吵吵闹闹 便是整个童年 可就在下一分钟 一瞬间 大地撕裂的声音和哭喊声交织在一起 即便是多年之后 那场灾难的影子还历历在你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 当时我小学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是篮球场 现在已经修建生了这个菜市场 在东边它是当时教学楼 教学楼从山城塌了之后 变成了废墟 我好多同学都被埋在了里面 当时城墙在校外游泳 因此躲过了一劫 在城墙看来 这些让人心痛的瞬间 仿佛就是在昨天 在灾难面前 数十万关灵如一股钢铁风流 创造出了一个个抢救生命的奇迹 在这残缘断壁漫天尘埃当中 那鲜亮的绿色身影 让城墙倍感温暖 他们是第二天赶到我们这个重灾区的 把这些废墟扒开 然后把里面的学生给救出来 当时我看见他们的手 都是这个虚弱模糊 但是他们还是没停下来 还是没有一生抱怨继续地抢救 那时候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像这种围墙 当时在08年定日之前 它就是特别特别多 非常的普遍 然后经过这个地震之后 它一形成了这种危防 就是很有可能倒塌 而且是随时可能把这个下面的人 经过的人给压着 当时解放军来我们这边 它就是冒着危险 然后把这个绳子给它拴上去 然后就给它拽到 排除这种危险 当时绳子特别特别长 我和我几个同学就是在后面 一直拽拽着 帮忙帮他们一起拽 就这样在解放军救援的身后 总有一个身穿白色衬衣的小男孩 在跑前跑后 后来呢 城墙才知道 他们是通降兵 当时他们打的是 黄极光生前所在部队的旗帜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在推威防的时候 就是我每天都是跟在他们后面 就是想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在一起 跟他们在一起 非常有安全感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当一个孩子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 在那么无助害怕的时候 那一刻城墙对公交民 都有多么的感恩和崇拜 当年在救援72小时的黄金时间里 这支黄极光生前所在的部队 从废墟当中拯救出了几十条生命 由于落水镇距离黄极光的家乡中江县 只有几十分钟的路程 所以很多人都说黄极光回来了 感动 这个实在是怎么说 用语言没法表达 那个时候 真是感觉他们跟亲人一样 就是为了我们 我们家乡人民的生命 生命财产 不惜牺牲一切 三个月之后 救援搞一段落 已经在一线奋战了97天的子弟们 将要返回营区 林青石 道路两旁挤满了送别的人群 但是就在这送别的人群当中 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小男孩 额外显眼 他双手高高举着一条自制的横幅 方方正正地写着 长大 我当空降 似乎就像下了决心一般 空降临三次 写得格外淡 这感动的一幕 被当时一位记者记录下来 而这个白衣小男孩 就是乘家 反正我就觉得 这种 他们军人这种职业 非常的光荣 我就是对他们非常的向往 所以说从那次 那次之后 这个心里面就是 一直特别的想入伍 特别的想参军 就在灾后的第二年 也许是巧合 也许是路由安排 成侠竟然再一次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和黄岐光相遇 隔了一年之后 我就小学毕业了 就去了我们县里面的 一所学校三中学 那所学校是以 黄岐光生前所在部队命名的 叫做马祖三甘岭中学 在那所学校 我也就是读了六年 然后直到毕业 在这里呢 陈强听着更多的英雄故事 这些故事让陈强心里 很无限感慨 也潜移默化地 浇灌着陈强的心里 那颗绿色的种子 陈强对于当初的梦想 愈发恳切 终于就在2014年 这颗种子发芽了 就是对这个部队 对这个军人的向往 这个非常的大 所以说那个时候 就是从小学 到我入伍之前 心里面就是想去参军 踏入军营 穿上军装 陈强特别兴奋 仿佛浑身 都有始不完的劲 在新兵连礼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陈强就熟练掌握了 自动步枪和 轻击枪的射击的 动作要领和射击原理 第一次实弹考核 竟然就打出了 50环的满分 带上了大红花 跟上了领奖台 看到战友们 羡慕的眼神 连领导的夸奖 陈强那种 比较高兴 可是他知道 这只是个开始 在空降兵部队里头 有这么一句俗话 叫三种三肖 财上余肖 也就是说空降兵 在正式跳伞之前 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 其中有一项训练 是叫地面离机训练 是正式跳伞之前 必须完成的 最基本的训练 可刚刚才走进军营的城墙 却因为内心的恐惧跳伞 结果连最基本的 地面离机训练 都完成不了 城墙这个小伙子 他刚来的时候 他性格比较沉闷 是比较内向的 他整个身体比较单薄 比较瘦小 力量比较弱 所以说他在面对一些 训练科目的时候 尤其在面对跳伞 这种危险科目的时候 他内心是有一种 畏惧和抵触情绪的 当时我给班长说 自己不敢跳伞 当时的城墙也很焦急 那城墙到底 会怎么克服这一关呢 刚才我们说到 城墙终于如愿 踏入军营 可是因为内心恐惧跳伞 结果呢 连正式跳伞前 必须经历的基本训练 也无法完成 城墙当时都快急死了 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自己的内心 尽快强大起来呢 克服这个难关 看着这个焦急的小伙子 这个时候 连领导做出了一个决定 为了帮助城墙 连领导决定的 让城墙担任 黄继光纪念馆的讲解员 希望用这位老班长的故事 树立和增强 城墙的信心 也就是黄继光老班长的家乡 当时中间线的人 不管是有没有讲解任务 只要有时间 我都会来到荣誉市 打扫打扫卫生 或者说是熟悉 每一件事物背后的故事 这里的故事 城墙讲了几百遍 所谓读书千遍 其意自现 就在这一遍遍的讲解中 城墙反复回到了 那个烽火年代 老班长黄继光的精神 隔着时空 深深地感染了城墙 黄继光老班长 他在关键的时候 用自己的胸膛 堵住了敌人的极枪射孔 他这种大无畏精神 那么我作为一名跳伞员 作为一名空降兵 连基本的跳伞 都不敢跳的话 我觉得还是 总有一点不像话 看着老班长的同像 城墙充满了敬佩 渐渐地黄继光 成为了城墙心中的偶像 城墙立志要成为 老班长那样的英雄 而为了尽快 让城墙的身体强壮起来 指导员于海龙 也决定给城墙 制定一个特殊的训练计划 每次额外的要求 做三个一百 比如说一百个俯卧撑 一百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深蹲起 起 加油 加油 通过这些日式剧月累 让他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 起来了 起来了 加油 不要放弃 起来 好 城墙憋着一股劲 在训练当中 城墙也毫不示弱 别人做一遍的动作 城墙坚持做三遍 中午其他人休息了 他主动找班长开小道 反复训练 有的时候 因为落地动作不规范 城墙会重重地摔在地上 肿胀的双脚 常常让他难以入眠 但是为了跳伞 城墙都咬牙坚持着 因为和所有的战友一样 他知道有一个人 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作为黄继光的传人 面对任何困难 都不应该畏惧 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 来克服这些困难 来战胜这些困难 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 合格的黄继光传人 为了这份荣耀 城墙不断操练自己 在高强度训练之下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 城墙就体会到了 三种三肖的滋味 虽然身体上忍受着 巨大的痛苦 可是城墙心里 却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 三种三肖 才能上云肖 越是痛 说明他离云肖越近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痛苦 更让他真正的体会到 空降兵 这个兵种 骄傲的由来 大家预备了 完成这个跳伞任务的能力 渐渐的 城墙的体能越来越好 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在训练当中 城墙的成绩呢 终于在连队名列前茅 甚至连队都决定 让城墙跳十番伞 那一刻 在后从未哭过的城墙 再也控制不明自己的眼位 城墙说 从空中跳下的那一天 这些年的情 就像房天眼一样傻的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城墙觉得此时此刻 自己还算得上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空降兵 完成了十二岁时 那个梦想 这一切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如今的城墙 已经通过了教练员考核 成为了全联 最年轻的散逊教员 虽然每天变得更加忙碌 但是他却乐在其中 我们一直想回报他们 但是作为我自己这一块 作为一名散逊教员 我直直细细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保证我们的跳伞员的安全 最初的感动 往往是最深 最实景 陈强说 在追逐梦想的这些年 每当遇到错误 他总是会想起 小时候绿色身影 带着他的感动 正是这份感动 给了他远远不及的动 追随最初的感动 在徐墨的路上 永不退缩 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最好的自己 很多人的答案都一样 那就是把自己 活成梦想中的样子 可到底什么样的梦想 才能称之为梦想呢 有人说梦想 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 自己的优劣事 量身定制 这样实现的可能性才大 可是有的时候 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 才去做的事情 叫目标 明知道自己 也许没这个能力 却还是想奋力一世 这或许才是梦想 最初的样子 就像城墙 当一个连兵种 都喊不全的小孩说 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时候 也许没有人会认为 这是一个梦想 直到长大之后 他真的把自己 活成了梦想中的样子 人们才意识到 原来一个孩子 也有这么强大的信念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 有梦想的人 总是更强大的原因 因为梦想本身 无关大小 无关年龄 只要始终保持着 追逐的勇气 就能够持续不断地 感受到幸福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 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